你 我刚刚是不是特别有郡主的架势 看她假扮郡主也没那么难的 小声点说话 我懂 隔墙有耳吗 小丸子 你一定要记住 低调 这不该管的事 别管 不该说的话 别说 我小丸子行走江湖多年 这点到底还是懂的 刚才只不过是 实在看不过去了 一时冲动才帮她的 当我以后跑程 我一定尽量低调 好吧 就再信你一会儿 下次可别一时兴起 又冲动说话了 我们的小命都在你手里呢 我们全靠你了 知道吗 好了好了 你才多大就跟个小老太婆似的 啰啰啰嗦嗦 你才小老太婆呢 嗯 郡主 少爷伤得不轻 你说你干吗非要跟梅将军顶嘴 人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呢 就不能给人家点面子嘛 闭嘴 你怎么跟救命让人说话呢 好歹也是我救了你好吗 如果不是我救了你现在不知道被抽得有多惨 谁让你救了 我 这庆主其实也是关心骏马爷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他希望骏马爷也能多关心关心他自己 对吧 郡主 四豪 好 我给少爷换药吧 伤这么重 要是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别忍着 你说这梅将军真是下症了狠的手 是不是自己亲儿子 不知道还以为多大丑 闭嘴 恐怕丝仇是吗 你说什么 以后我的事情你都别插手 你以为我想插手啊 还不 我说声感谢的话就算了 还真有态度 算了我多管闲事行了吧 我多管闲事儿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 我还是要说一句 别再挂了 我 这大家都是一家人 只要郡主和骏马爷同舟共计 过好日子 不就可以了吗 严调用礼 严调用礼 郡主 你对少爷的关心 我们都历历在目 我们都很是佩服 佩服 佩服 不就是分家吗 有什么难呢 你院子里砌一道墙 你没三少 多门多院 多清静 既然这么简单 那你去坐 你觉得你让一弱女子去砌墙 合适吗 你弱吗 你弱了吗 我弱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 我要是真弃成了 那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要钱 就直说 巧云和司衡作证 本郡主 如果把这道墙弃成了 你没三少 就要给我 咕咕 静静 认认真真 把腰给我弯下来 说感谢 那你加油 郡主 郡主 你要做什么呀 郡主 郡主 你别生气呀 少爷不是针对你 你别看他年少有为 志勇双全 玉树林峰 英姿洒爽的 其实 他从小没了娘 他的又是这个样子 他内心细腻灵感 很需要去呵护 还特别害怕蜘蛛 一个大男人害怕蜘蛛 也真是够搞笑的 我还少爷 他不怕疼不怕死 就是特别害怕蜘蛛 一定请郡主记得心事 好了 好了 我记住了 别说了 跟我去找管家吧 要人要东西 现在就弃强 今天说什么我也让他 亲口感性 谁 还有 那边拆掉 好 管家 郡主 有何吩咐 多叫些家丁 再带上家伙 我们砌一道墙 砌墙 砌什么墙啊 就 墙啊 还能有什么墙 回禀郡主 砌墙需要准备泥砖工具 今日天色已晚 要不我明天 明天再派人过去如何 明日就明日吧 明天一大早 记得多叫些人 是 来 来 大家都加把劲儿 好好干啊 来 来 等到今天完工之后 我请大家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诺华 好 好 好 谢谢郡主 没想到 郡主懂得还挺多的啊 老爷 听说院子那头的木棉花 开得正好 咱们去看看吧 我对这些 从来不感兴趣 爹 木棉树又叫英雄树 开得花也叫英雄花 只有这样俊美挺拔的植物 才配得上父亲 您这样的英雄欣赏 你继续说 据说南疆海岛 曾经有一位民族英雄 为抵御外族而战死 之前 没有这堵墙 就是啊 怎么回事啊 回夫人的话 这里好像是三少爷的院子 这墙 大概是刚垒的 这 这三少爷做事也太绝了 木芬家连墙都砌起来了 老爷 他这是完全不把你这个当爹的 放在眼里呀 是啊 爹 拿梯子来 快去呀 是 你这手法不对 谢谢下了 我来 郡主 那你可慢点啊 您上 我 父亲 郡主 您怎么不走门啊 我倒是想走门哪 忘了留门这回事了 梅思青 谁让你起枪封门的 台人已成家 想分家住 郡主也同意了 你 你 郡主 你让开 梅思青 我告诉你 只要我在梅家一天 还是我说了算 弃强 是谁的主意 我的主意 好啊 梅思青 好啊 梅思青 你别以为 有郡主给你呈腰 不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孩儿不敢 要打要骂 任凭爹开心 梅思青 梅思青 你现在是完全 不把我这个当爹的 放在眼里 是吧 从十年前 你我之间 只有父子之名 没有父子之情